我和哥哥轮流给金圈长公主当男友 哥哥问我 弟啊 我这个长公主怎么和你不太一样 你的对黄金过敏 我的不过敏 兴趣爱好上也有很大差别 我们面面相选 一致认为长公主是精神病 决定假死跑路 半夜 我刚从棺材里爬出来 就看见两个长得神似的女人 拿着铁铲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姐 你说这个苏竹一是谁想出来的 应该是弟弟 他昨晚还问我被活埋了怎么逃生 我叫几巴达 三年前 我和哥哥几巴英 商量好一起给金圈长公主柳如烟当男友 一起圈够两千万就走 但是我陪他 双数季霸英陪他 我们在柳如烟面前 有个共同的名字 几巴小 柳如烟体力很好 不管前天晚上奋斗得有多凶 第二天晚上都能继续发挥 每次事后 他都会阔绰地送我们礼物 钱 各式各样的珠宝 奢侈品 好车 豪宅 三年来 礼物没有一次是重复过的 明天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们决定出门去挑选一样礼物 买这个吧 世事如意的金链子 几巴英每次路过周大福都走不动路 他超喜欢收集各种金项链 我拉住他 你冷静点 你忘记柳如烟对黄金过敏 他上次说 在看到我带黄金去见他 就把我扔进游泳池里 跟鸭子游泳圈睡一起 几巴英茫然地眨了眨眼 啊 我上次还把黄金手镯套在他的那 上面 他还很兴奋 说哥哥你真会玩 我一整个震惊 这是怎么回事 谨慎起见 几巴英还是恋恋不舍地放下了金子 和我一起去挑选别的礼物 路过劳力士专柜时 我拉住几巴英 哥 你还记得柳如烟最经常戴的表是哪个款式吗 我们要不买个差不多的送给他吧 几巴英皱了皱眉 他戴表吗 没注意过 我急得跺脚 哥 你再想想 他有抢扩症 每次洗澡前都会把表摘下来 归整个放进表盒里 几巴英常常地呕了一声 我想起来了 他有一块表 是卡西欧的电子表 我惊恐地咽了下口水 你认真的吗 哥 柳如烟曾经不止一次和我提起 他说戴电子表显得很幼稚 身上会有一股学生气 几巴英久久地沉没了 接下来 我们又相继挑选了其他礼物 无一例外地发现 我们两个人眼里的柳如烟 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我的柳如烟和我一样 不吃香菜 不吃花椒 他的柳如烟啥啥都吃 和他一起吃香菜上火锅都行 本来我觉得柳如烟应该是更喜欢几巴英 所以跟几巴英相处的时候 会更迁就他一些 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拔脸了 我们聊到了柳如烟 在酿酿酱酱时的习惯 几巴英一听我描述的柳如烟 惊讶地从沙发上窜了起来 弟啊 我这个柳如烟怎么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说他不喜欢这个姿势 天天让我穿黑衣服在上面 我捂住头 不可能啊 他不喜欢黑色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姿势啊 几巴英抱住沙发抱枕 瑟瑟发躲 弟 我们是不是遇到精分患者了 我沉默了会儿 问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这个经常让我叫他daddy 哥 你的呢 几巴英脸色一红 我这个经常叫我猫咪 好好好 这下我们面面相去 汗流加倍了 几巴英开始收拾行李 不行了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吧 要是哪天他发现真相 指不定杀了我们 我想了想 不行 以他的本事 就算是我们逃到另一个半球去 他也能找到我们 几巴英 那怎么办 我拍桌而起 我们学习小说男主 假死逃生 我和几巴英商量好 就在明天柳如烟的生日宴上 整一波意外身亡 生日宴上失去了男友 这种心理创伤 够他一毛好几年的了 计划是 没有驾照的我 准备好假死药 去陪柳如烟过生日 有驾照的几巴英 去准备假死后跑路需要的房车 和到时候把我从棺材里挖出来的铲 临走前 我回头又问了一遍几巴英 哥 我能相信你吗 几巴英自信地拍了拍胸骨 包能的宝贝 哥就你一个弟弟 你不相信哥 我难道去相信柳如烟吗 虽然但是 我还是有点担心 要是几巴英没把我铲出来 或者记错时间了 或者铲子断了 那我不是完了吗 这个问题萦绕在脑子 以至于在陪柳如烟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 他难得提前结束 将我搂在怀里安抚 你今天有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刚想狡辩 柳如烟就拿起自己的手机屏幕对准我 你的脸要是能藏住一点事就好了 你做亏心事都不用人省了 表情都糟了 柳如烟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第一口先给我喝 说吧 在担心什么事 我浅浅的抿了一口 快速编织了一个借口 刚刚我看了一个恐怖片 还没看完 就看到男主被人活满了 我很担心男主啊 被活满了到底要怎么逃生 柳如烟听完表情淡淡 似乎没察觉出这是我的谎话 反倒给我磕不起 如果真的被活满了 一定不要奋力反抗 不然氧气会消耗得很快 说完 他关了床头灯 揽住我的腰 不用担心 你都说是男主 男主大概率是不会死的 好了 睡觉 黑暗中 我睁着眼睛 心里默念 我是男主 我是天选之子 明天一定能逃生成功 哥 千万不要坑我呀 几巴小 你在小声嘀咕什么 柳如烟又打开了灯 他冷冷地扯了扯唇角 你好像莫名其妙地 有点精神抗互 以后不准看恐怖片了 对了 明天是我的生日 你没忘吧 我睁大眼睛 假装乖巧 当然没有 柳如烟伸手 那我的礼物呢 礼物当然是明天送给你啊 是什么 惊喜 他冷哼了声 是吗 那我拭目以待 柳如烟的生日宴 是在他的庄园里举办的 商界的名流大佬都齐聚一堂 直至开场的前一秒 我才发现 这场宴会是假面舞会 所有人都戴着面具 我喝着柳如烟给我准备的雪冰 洋装是气泡酒 在四处和人商业互吹 柳如烟知道我喝不了酒 每次在重要场合 都拿饮料冲水 吹到一半 有人戳了戳我的腰 我刚想大喊一声流氓 那人摘下面具 露出一张和我九成相似的脸 哥 我错愕地捂住嘴 你怎么来了 几把英志在必得的笑了笑 当然是一切安排妥当 就等你了 我这不是放心不下你吗 来陪陪你 我点了点头 拿出假死药 就着雪碧喝下 这药会在三十分钟后发作 让人失去呼吸和生命体征 二十四个小时 并且会呈现中毒一样的反 二十四个小时后自动恢复 我必须得赶紧去碰瓷了 此来想去 我决定假装替柳如烟喝下毒果汁 然后隔屁 我躲在暗处观察了许久 终于等到了柳如烟拿起一杯果汁 我快步走过去 甜甜地勾住她的脖子 亲爱的我想尝尝你这个 不等柳如烟拒绝 我直接对嘴就是一口闷 闷完 我猛烈地吐出一口黑血 这一刻 我慌了 擦 这火汁不会真的有毒吧 假死药也没说会吐血啊 挤霸打 情急之下 柳如烟抛开一切 惊慌失措地过来 抱住了即将晕倒的我 我好像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眼前的视线开始模糊 我看见人群开始逃窜 一只闪闪发光的钻截 从柳如烟的吸服口袋里掉了出来 几巴鹰似乎想上来看我 却被一个黑影带走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我极力地想着 却抵不过疯狂席卷而来的刻意 两眼一黑睡了过去 再有一时时 四周黑漆漆的 我试图伸展四肢 发现这是一个刚好躺下的长方形木盒 不出意外的话 我应该已经在棺材里了 好 接下来该等着几巴鹰来救我 我的内心很紧张 但回想起柳如烟说的话 我又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等冷静下来后 我发现棺材的左上角 居然有一个网面呼吸法 似乎棺材的旁边有个洞 还有一点细薄的氧气可以流进来 呜呜 我的好哥哥 这棺材一定没少花钱吧 又等了不知道多久 头顶传来嘻嘻嘻嘻 铁铲翻动泥土的声音 嘎吱一声 棺材开了 现在居然是晚上 天空还在下雨 我被淋了个满怀 一想到 马上就能享受自由人生了 我就忍不住兴奋的大叫 哈哈哈哈 我们自由了哥 没有预想中几巴鹰热情的怀抱 我抬起头 看见泥坑的正上方 有两个长得神似的女人 他们俩一人拿着个铁铲 面无表情的看着我们 左边那个突然勾起 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 这愚蠢清澈的眼神 一看就是弟弟吧 右边那个依旧脸色沉沉 闭脸阴郁 是 左边那个右说 姐 你说这个搜竹一是谁想出来的 右边那个将我从坑里抱出来 撒气似的扔在草地上 应该是弟弟 他昨晚还问我被活埋了怎么逃生 我害怕的开始发抖 怎么有两个柳如烟啊 几巴打 有人大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闻声望去 才发现敞篷车的后座里 有一只被五花大绑 带着老奶奶假发的几巴鹰 他交际挥手 你快跑 我们被骗了 他们其实是两姐妹 姐姐叫柳如烟 妹妹叫柳如墨 被他们抓到 我们就完蛋了 在柳如烟生气之前 柳如烟现一步挡在了几巴鹰面前 姐 你处理你的家事 我处理我了 柳如烟没反驳 转头回来看我 他单撑着铁铲 俯下身子 将自己的脸离得我更近了 那双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 露出十分危险的一吻 几巴答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我心虚的舔了舔嘴唇 好久不见 有点想你 柳如烟保的下铲 宝贝 因为他正和柳如墨隔 这个车门正稳的颠缆倒放 不知天地为何物 我小碎步挪到柳如烟面前 努力睁大眼睛 挤出一个真诚的笑容 宝宝 你和你妹妹也骗了我和我哥呀 我们算扯平了对不对 柳如烟摸了摸我的脸 却在我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 又又狠狠地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吓得跟小鸡仔似的直哆嗦 他松开手 转而抱住我的双腿 直接将我扛在了背上 现在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了吗 当时你吐血的时候 我深有体会 从来没被柳如烟这么吓过的我 一下子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死鬼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爱我 他气得打了下我的屁股 咬牙切齿 你睁大你的双指 会看破门的眼睛好好瞧瞧 这棺材是我给你准备的 怕你憋死了 还给你留了个孔 你不觉得 我有点太爱你了吗 回到家后 我和几把鹰被扔进了同一个屋子 几把鹰揉搓自己被轻肿了的嘴 小声问我 咱们还有普安B吗 我欲哭无泪 没有 我们刚想继续小声区区那两兄妹 就听见柳如烟暴怒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你知道他们俩整个的电子日记吗 每天记录捞了多少钱 一赚够两千万还差多少钱 最可恨的还是 几把打 他给我起绰号 叫什么 免费的困 柳如磨磨磨磨着瓜子 反应比他姐平淡一些 姐 看开点吧 我就知道兄弟之间的聊天记录看不得 几把鹰之前撑的一口气都要把聊天记录删了 几把鹰恨铁不成钢地拍了下我的肩膀 打打 你忘记我们的誓言了吗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先删掉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人生自古谁无死 要留清白在人间了 我抱头认错 错了哥 我无能 是我没有守住我们的清白 门口姐妹俩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感觉是暴风雨前来的平静 果然下一秒 门开了 脸色铁青的柳如烟用平板展示出一个一扫表格给我们看 你们兄弟俩真会玩 还用统计表统计了一下时间次数 最后总结出 柳如烟给我滚 最后我们四个坐在了同一张谈判桌上 柳如墨直接先填了一张两千万的纸条 放在桌子的正中间 对于隐瞒了我们是双胞胎的事情 很抱歉 这是我们的赔礼 几把鹰两眼冒猩猩的看着柳如墨 我用胳膊肘捅了捅他 他干咳一声 立马恢复了高冷脸 柳如墨故作轻松地摊了摊手 至于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 简单点来说就是 我爸不知道我还活着 也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 因为他不想让我活着 几把鹰一愣 悄悄伸出手在桌子底下握住了柳如墨的手 两人食指向扣 柳如墨的脸色明显好了很多 柳如烟寻着我的视线也发现了他们的小动作 他鬼鬼祟祟用自己的鞋尖勾住了我的腿 面上却还是一副冷落 我弱弱开口 那我们现在算是扯平了 往事一笔勾销了呢 柳如烟微微汗水 表示认可 我又顺着杆子往上爬 那我和我哥能走了吗 我看得出来柳如烟听完这话很想翻白眼 但良好的教养还是让他克制住 他扬起一个极其虚假的笑容 宝宝 你知道原本这场生日宴 我们准备干什么吗 我心虚地缩了缩脖子 柳如墨直接掏出一个鸽子蛋大的钻戒 给几把鹰带上 当然是坦白身份和求婚了 总不能我们四个玩一辈子躲猫猫吧 柳如墨试图扑我 结果计划泡汤了 你还把我姐下的魂都丢了 扑到一把 他又开始损柳如烟 哎呀 你不知道 当时我截脸都下白了 柳如烟冷冷地给了他一记眼道 转头将那枚他在生日宴上掉落的戒指 捧在掌心里 几把答 我很认真的问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气氛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每当有人要我做选择题 且我哥还在我旁边时 我就会 哥 你同意吗 你同意我就同意 几把鹰 你想截吗 你想截我就截 然后就变成 我看你 我看你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呀 看着我们这样互相推子 柳如墨扶而摇头直太息 柳如烟反复深呼吸了好几次 才稳定住情绪 又又又又一次将我扛了起来 别在这俄罗斯套饿了 都听我的 下下个月25号结婚 你哥嫁给柳如墨 你嫁给我 现在是周一 你该好好补偿我了 几把鹰一听 赶紧脚底抹油想跑 却被反应速度极快的柳如墨抓住了声 去哪 还有十分钟就周二了 带你去洗个澡 刚好到点 没过多久 我和几把鹰发现 柳如墨似乎有个私生女 那天我出门帮几把鹰买蛋糕 在乘坐商场扶梯路过三楼 随便往四楼的母婴店扫了一眼 竟看见一个神似柳如墨的女人 在儿童服装店里挑选衣服 我拿出手机 想把她的模样拍下来 匆匆聚焦好镜头 又一个女人闯入了视线 那是柳如烟 我只觉得天堂 奶茶也没心思买 打车直奔家 我将当才所见所闻 如是和几把鹰说了一遍 她按住急切的我 你等一下 我们先发下小某书 问问网友 刚发出的帖子 十分钟就爆了 网友 你知道我们网友一向劝分不全合 我会编 我来说 兄弟俩的女朋友应该是女同 想领养的孩子 曾主别吓人家兄弟俩了 说不定是两姐妹想当妈妈了 这世界上也有好女人 别一棍子全打死了 我猜接下来的剧情是 你们女朋友将那个小孩带回家 谎称小孩是孤儿或者朋友的孩子 拜托你们帮忙照顾一下 结果过段时间 一个楚楚可怜的男人就来到家里 自称是孩子的爸爸 你们女朋友的白月光了 评论区越看越新凉 这下几把鹰是心如死灰了 宝宝 我们要不然又跑吧 我不想当接盘侠 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 我猛然站起来 激情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起料下半身一股热流 喷涌而出 哥 你等一下 我先去趟厕所 小夫接踵而至的阵头 让我开始微米不振 我虚弱的蜷缩在沙发上 几把鹰再给我揉肚子 你不会是把姨父气出来的吧 能不能像我一样姨妈稳定 我半眯着眼睛看她 伸得很稳定吗 可我记得上一次 你问我借姨父金 已经是很久前了 几把鹰想了会 站起来大叫 好像是A 我们俩二话不说 穿着拖鞋就下楼去要店 买了根烟运宝 事实上 两根红杠清晰又显眼 她形如搞木 我形如死灰 我们商量了会儿 还是决定先让几把鹰 将这个消息告诉柳如墨 几把鹰当即就去了公司 找柳如墨 可回来时 却是哭着回来的 她进门就扑进我怀里 哭得伤心欲绝 他们果然背着我们有狗吗 你猜我看见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 有个小女孩抓着柳如墨的手 喊她妈妈 我气不过 直接发消息质问柳如烟 听说柳如墨有个私生女啊 那边秒回 怎么可能 我有孩子了她都不可能有 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的鼻子很烫 好像长了个红色的球 我们拿好一架 站在门背后埋伏 即将下班回家的柳如墨和柳如烟 终于 两姐妹回来了 我们做出拷问的动作 像两个恶魔从门后 窜出来吓了他们一大条 柳如墨吓的后条 干嘛呀 我们正想列举出 他们兄妹二人的罪行 却发现在柳如烟的身边 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小女孩察觉到我们的视线 甜甜一笑 两位哥哥好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炸 这不就是小某书上 网友预测的剧情吗 几把鹰气的眼睛都红了 转头熟练的 从某个不常用的柜子 拿出一根鞭子 抽在了柳如墨身上 我打死你这个负心语 柳如烟嘴角抽了抽 不是 你们兄弟俩今天在演哪一出呢 这小孩叫小五 是朋友的女儿 她马上要做手术 是通过我们的关系联系的医生 为了方便对接 就拜托我们照顾几天 好好好 就连旅游也编得跟网友们预测的一样 几把鹰抽柳如墨抽的更起敬 柳如墨呲牙咧嘴的说 等一下 宝贝 你先别抽了 我们有证据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柳如烟不忍之事 从皮包拿出一张DNA鉴定书 我们早就猜到如果把小五带回来 会让你们不安了 所以一早就去做了亲子鉴定 我接过来确认了一遍 报告是真的 事实也如同柳如烟说的那样 几把鹰的火气立马就熄灭了 柳如墨有了机会喘息 立马又反刻为主 打横将几把鹰报警 哥哥 你抽了我这么久 手累坏了吧 你放心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一会儿你的手用不了 我用嘴帮你 俩人火急火燎的冲上 往二楼卧室 我戳了戳柳如烟的腰窝 有点担心的问道 柳如墨不会公报私仇吧 柳如烟抓住我的胳膊 把我往浴室里带 有空操心别人的事 不如先担心一下自己 手撑好 我拖着你的腰 两个小时候 这两个性求女人 神清气爽的出门参加饭局了 只留下我和几爸 音符着腰直呼内行 晚餐是做不了一点 保姆阿姨下班回家了 小五还没吃饭 我们果断选择了点外卖 十几个外卖骑手一起蜂拥而至 餐桌上摆了几十种不同品种的食物 我们和蔼地将小五邀请到餐厅坐下 小五 你看你喜欢吃奶呀 不够给哥哥们说 哥哥再买 谁知 小五跟突然变了个人事 收起原本善良纯真的眼神 满脸计较的看着我们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给我吃这种垃圾食品 他用手肘打翻了几爸音递给他的口 我妈妈就是柳如墨 他们骗你的 你这个老男人 也想替代我的位置 小五可能以为我们兄弟俩会哭着离开这个家 殊不知 我们俩最喜欢欺负小孩了 几爸音把小五夹在胳膊肘底下 用拖鞋拍他的屁股 一开始 小五还嘴咽 想咬几爸音 坏男人 我要死你 等爸爸回来了 我就要你好看 听到这 我果断去找了跟柳如烟的领带 把小五的双手双脚捆起来 再脱掉他的鞋子 用花瓶里的孔雀羽毛 挠他的脚心 他又哭又笑 坚持了一会儿 就败下阵来 我错了 哥哥 别挠了 我冷笑一声 等我哥道歉 他哭丧着脸 难得好声好气的跟几爸音服论 哥哥 对不起 小五知道错了 小五不该顶撞你的 小五再也不敢了 呜呜 你放过小五吧 我们这才大发慈悲的挺手了 挨了一顿教训的熊孩子果然一下就听话了 他老老实实的吃饭 连咀嚼都不敢发出巴基嘴的声音 吃完饭后 他还狗腿的要给我和几爸音捶捉 几爸音小声在我耳边说 我感觉他一肚子坏水 别答应他 让他上一边玩去就好 我点头 拒绝了小五的好意 钟表的时针来到了凌晨两点 柳如烟和柳如墨回来了 两人手里还分别拿着香奈儿的礼物袋 本该睡着的小五从客房里窜了出来 抱住柳如墨的腿就开始哭 妈妈 那两个坏哥哥打我 你一走他们就打我 他们说小五是来和他们争准的 小五没有 他看向那两个香奈儿购物袋 悲切的摇了摇头 小五不要礼物 小五能待在妈妈身边就够了 几爸音双手插腰 柳如墨 你就相信他的本话吧 我和几爸打马上就走 我立马附和 听到了骂柳如烟 我哥走 我马上也走 柳如烟发出了好几声嗤笑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二十分钟之内 让你们院长来把小五接走 他再不走 我妹妹和妹夫就要分手 柳如墨之前看向小五的眼神 有慈爱 怜悯 心疼 可现在 他的眼里只剩一片冰霜 他扒开小五的手 有些厌恶的后撤了一步 算我看走眼了 不是所有孤儿都值得怜悯 还有 我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是你妈妈 你明明可以叫我姐姐 或者叫我阿姨 为什么非要叫妈妈 故意引起我老公的误会 小五没想到柳如墨会不信他 他双腿一弯 跪在地上开始磕头 妈 不是 柳阿姨 您别生气 别不要小五 小五只是忘了 柳如墨根本就不信 你少拿忘了的理由堂搜我 我在领你回家之前 就纠正过你很多次 小五张红了脸 还想狡辩 可是他们真的打我了 小孩子是不会撒谎骗人的 柳如燕问 他们是因为嫉妒你才打你的 小五小鸡啄米斑点头 柳如燕笑了 抬起下巴 用眼神示意小五抬头 看天花板角落里 一个时不时闪烁红光的监控摄像头 你猜他信不信你 小五被小葵花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带走了 我们在庭院的草地里 促息而谈 顶着月色 聊起了柳如墨的过往 柳如墨从不喝酒 今天难得开了罐啤酒喝 他坐在几巴鹰身旁 墨墨听着柳如燕说话 我们的母亲在生柳如燕的时候 难缠死了 我们的父亲伤心又无能 就将这一切过错归咎于柳如墨身上 他抱怨 为什么生柳如燕的时候那么顺利 生你就迟迟生不出来 你是灾心 给我滚出柳家 他想方设法丢了柳如墨好多次 都没有成功 甚至最后 他开始以死相逼 柳如墨不愿意看着父亲去死 他想过父亲过去有一天会后 可直到他死的那天 嘴里都念叨着不想见到我 柳如墨接过话茬 缓缓开头 我天真的以为世界上 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可现实是 他吝啬的连一丁点都不愿意分给我 后来 我一个人念完了书 大学毕业 就开始四处周游世界散心 每次回国 最常待的地方 就是那个小茴花孤儿院 每次看到有什么病 因为资金不足 无法看病的孩子 我都忍不住事与援手 我知道那种在绝望中等希望的感觉 所以想尽我所能的帮助他们活下去 我帮助过很多孩子 唯独这一个 看走了眼 我和几巴鹰从小就泪点滴 共情能力强 柳如墨本人还没哭呢 我俩就抱在一起哭了 哥哥 他真的太惨了 就是啊弟弟 哭哭 我以后都舍不得抽他了 柳如烟拉开了我和几巴鹰 他的脸上莫名其妙有点嫉妒 那我呢 我所有的钱都给柳如墨了 25岁之前我都没组出过我们事 他25岁都周游了半个地球 你是不是该心疼我一下 柳如墨突然来了剧 那你们觉得我和我姐谁惨 这个问题像是触发了关键词 我跟几巴鹰又开始了 我觉得是我老婆 不不不 明显是我老婆更惨一点 你放屁 明明是我老婆更孤儿 你老婆有我老婆孤儿 我老婆睡觉得枕着我哥哥 要我搂着她睡才能睡着 这还不孤儿 某人咆哮 不要再当着我的面揪我短了 婚礼如期而至 我牵着柳如烟的手势 明显感觉她有些紧张 握住我的力度在不断地下意识加大 我调坦她 你钻这么紧 害怕我跑了 嗯 柳如烟难得没跟我伴嘴 小声地嗡了一声 当神父说新郎可以亲吻新娘的时候 几巴鹰直接就和柳如墨吻上 柳如烟却没动 反而直直盯着我的嘴唇 若有所思 我焦躁地扯了扯她的袖子 你干嘛呀 不接我走了 她这才捧起我的脸 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我在想 你这次会不会在嘴里含了颗毒药 然后又在我眼皮子底下夹死 我害怕 我仗红了脸 当然没有 不准再提这件事了 快点清清 柳如烟这才心满意足地勾起唇角 清清清清 这里清完 一会儿换个地方接着清 教堂的白鸽青尾玫瑰 我们在爱里相拥 几巴鹰翻外 看到我低吐血的那一瞬间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不是 这该不会是买到假药了吧 我冲上去想看看弟弟 结果胳膊肘被一股巨大的力道前置住 戴着白色假面 面具上还斜插着五根蓝色紫色羽毛的女人 将我牢牢禁锢在怀里 别去添乱 他妈谁啊 我气得直接咬了他一口 他吻了吻我的耳朵 声音委屈得要命 连自己的小狗都认不出 哥哥 你真不是一个好主人 女人摘下面具 露出一张极具侵略性的脸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我一直陪伴的柳无烟 记住了哥哥 我的名字叫柳如墨 柳如墨将我打横抱起 立着人群 带我回到了房间里 他撕咬着我的衣服 一双不安分的手四处游走 不听话的小狗会受到惩罚 骗错了小狗的主人 不该吃点苦头吗 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紧急叫停 等一下 我有件重要事要办 求你了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 就求你这一回 在柳如墨震惊的目光下 我拿起手机 最快的把和吉巴达的聊天记录删干净了 好 这下可以安息了 原来 头顶的吊灯原来可以晃得这么激烈 以前的柳如墨还真是克制了 我受不了了 五指狠狠揪住柳如墨的头发 又软绵绵地给了他一巴掌 结果人家更起劲了 嘴里还嚷嚷着 不够疼 再来 完事后 我匆匆忙忙地去参加吉巴达的葬礼 这场葬礼非常低调 只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还有一个神父 隔得老远 我就听见柳如烟说他要尸解 不可以 我急得一拐一拐地冲上去 挡在了吉巴达的棺材前 我是吉巴小的奶奶 你不可以解剖我孙子 柳如烟微微眯起眼睛 我怎么不知道我男朋友还有个奶奶 我举起拐杖敲在他的小腿上 废话 你都没问过吉巴小 你怎么会知道 这样啊 柳如烟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那你连你孙子叫吉巴达都不知道 柳如烟不给我继续演下去的机会 直接摘掉了我的假发 醒醒 孩子他哥 你眼睛比他还烂了 你再拖延一会儿时间 棺材里的氧气就要耗尽了 柳如磨耸了耸剑 随身掏出一条领带 将我的手绑了起来 乖 上车等我们 别担心 马上就把你弟完完整整挖出来 幸福来得很突然 突然就上升到结婚了 有点飘飘然 不过我和吉巴达很快就适应了身份准备 回归了小生区去老公日常 吉巴达刷到了一条帖子 标题是 谁老婆最幸求 我逆了一眼评论区 自信道 哪有我老婆幸求啊 他路痴 去家门口500米远的菜市场都能给自己弄丢 吉巴达不甘示弱的说 不可能 我老婆才是最幸求的 他经常让员工四点下班 自己加班到凌晨 我们俩又吵了起来 你老婆真没我幸求 我的更幸求 瞎说 我老婆才是最幸求的 争之间 柳如墨和柳如烟不知何时阴沉沉地站在了我俩沙发背后 你俩骂谁幸求呢 见过比谁女朋友更有钱呢 没见过比谁女朋友更幸求的 柳如烟笑眯眯地问吉巴达 怎么样 争出来我和柳如墨谁更幸求了吗 吉巴达绷紧身体 那只藏在我背后的手 疯狂地揪我的肉 婚后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平静 柳如烟和柳如墨学乖了 每次看见我和吉巴达在小声娶娶她们 她们都选择绕道府 柳如墨说 没关系 你们尽管娶娶 我和我姐可以选择性装容作业 柳如烟更新了一条千米 最纯爱的那年 我连你光明正大的骂我 都能置若往 柳如墨 又纯爱上了姐 有一天 柳如烟给吉巴达买了这邪恶姚力荣回来 我看了馋得不行 嚷嚷着让柳如墨也给我买一只 柳如墨立马给我买了 可自此 他每天都忧心忡忡的 柳如烟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吉巴达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我很想装傻 却实在架不住他用眼神疯狂地暗示我 快点问问他 所以你怎么了 他委屈巴巴的学着小狗的样子倒在我怀里 你这两天光顾着训邪恶姚力荣了 都好久没训我了 在吉巴达和柳如烟探究的目光下 我赶紧捂住了柳如墨的嘴 不要胡说八道啊 别人会误会的 吉巴达摆了白手 没关系 哥 我瞄懂 我们共用一个烟恶大脑 柳如烟 我也懂 他就好这个